我們用熱熱的掌聲 歡迎你們兩位 不如我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的背景 怎樣入行呢 我小朋友的時候其實未開始玩花 但其實都內向 少說話 其實都容易對身邊的事都比較敏感 其實去接著米商 譬如學畫畫 做手工 摺紙印等 其實都代替了文字 可以這樣說 Ugrad的時候 我和物理事業 其實已經進入花店做 其實一做就覺得是他 在花店或這行就找到自己 在這行的目標 其實都 是那句話 好像剛才所說 沒有什麼成功之道 都是成功之無 知不知風風 撞下撞下 有些事都叫做越做越好 那Manta呢 Manta也讓我新進入會 讓大家認請一下你 好啊,大家多多指教 我是Manfa,我就简单地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也不知道怎样介绍自己,或者由哪个角度开始 不如讲一下我的工作 其实我本身大学是社工毕业的 我一个注册社工 最后我进入这一行就去了教瑜伽 然后我继续做学生去修毒营养 然后在缘分之下接触了香氛治疗 对于这个范畴的知识 对每一支精油其实都好像跟他们有很多的联系 之后到了现在我就继续在这个范畴发展 但是之前学记有很多人就说 那你不是很浪费吗? 那你又放低伤,其实又不是的 因为我很多的工作方,课程或者讲座 其实都会融会我之前给一些 可能在社工的辉读技巧 或者是瑜伽里面的一些试纸 呼吸练习 那他就帮助一些有情绪困扰的一些供客 去做一些疗愈 所以其实都仍然是保存着这些身份的 那还有一个什么人呢? 一个喜欢玩,好企,独立,自由,乐观感性,怕闷 那有时候有些无厘头 那我有强烈的低落感 那对大自然都比较敏感的一个巨蟹座的女仔 对,那好,那有一些关于我本身,我的专业,社工,营养 那也都会喜欢去不同地方 不如去,譬如去青蛙,日本,澳洲 那去跟不同的老师上下课 那另外就会有一些证书 那我呢,就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教瑜伽的 那其实最主要都是教小朋友瑜伽 那我觉得瑜伽就是我的啟蒙老师 他另外认识身心灵 这一方面,这个范畴 就是打开了这一方面的门 那另外就,也都以前除了教瑜伽之外 也都会有一些国家活动 那可能帮他们做一些宣传 那这样 那另外也都会除了教学之外 那我们都会帮有一些雜誌 譬如汇丰和家福 他们一起做一些被DSE 他们备见的搜查 那我们都会在这里可以做一些教学 那这样就透过一些刊物去教瑜伽 那另外也有一些工作坊的一些访问 那这样 那好了,那其实呢,我虽然呢 我是一个荒疗师 那但是呢 那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我自己 都是一个花艺师 那你就,名乎其实就是一个花艺师 那我就想问一下 那其实你怎么看花艺呢 你可不可以用一些形容词来形容一下花艺 那其实花艺对我来说呢 就会是,我认为是一个回解的media 去作为沟通的media 那我都会透过花艺的设计去做 去传达讯息 那另外,当然是我自己的兴趣 还有我,可以这么说 我会觉得花艺就是我 我就是花艺 就是在我心里面 我觉得我就是做这件事 only one 就是做花艺的东西 很圆的 是 是 就是大家可以慢慢的 我一定定了 或者知道 再了解 那第二呢 有了功名 你又觉得 那其实你都是看不见的花艺 那花艺对于你来说又是些什么呢 花艺对于我来说呢 那我觉得 有我艺子 那当然入面一定有包含美感 那另外呢 因为本身我做荒疗 那我觉得是疗愈的 那另外就是一些看不见 但是又很确实存在的一些东西 那我会这样看花艺 那另外呢 我觉得 我和花 或者植物之间的关系 就好像是 它是我的soulmate 那我觉得精油就好像植物的灵魂 那我要和它交流呢 我都要交出我的心了 那我才和它交流到之后呢 我才将它怎样去到混用 或者将它带给我的客人 是为它带你了预 亦都是会 亦都是会 你都当它是一个 好像老师那样 都教到你很多东西 没错 我记得一个经济长 都看过 我觉得都印象很深刻 没错 那另外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我觉得精油 精油 精油就是好像生活里面的甜品 是 那没有又不会死的 那只不过 有时候你情绪低落 啊 特别的日子的时候 那可能你需要一些的位置 或者你觉得好像 还是欠一些东西的时候 那它便是单单了那种角色 那 那我想了解一下了 例如平时你那些客户是什么类型的人呢 是啊 那我呢 通常就很少是直接用花去对我的客户讲话 反而呢 就是我代我的客户和他的客人讲话 那其实就好像是 好像帮人写信那些人 或者是一个文案的作者 那我的客户找我 那我就用花 用植物的素材 去帮他表达一个信息 给他表达 给那个人听 那就好像这里会有一些例子 譬如是 最左下角的那个 就是 这次的客户就是室内设计师 那就是想将咖啡的文化 放入去这个clubhouse里面 那所以就会用了咖啡拉花壶 去做这个设计 那 另外你会看到也会有一些是 酒 和一个特别为春天去做的一个 一个酒的例子 那也都会 比如天梳标的product launch 都会用到一些 譬如是 其实会用了一些 譬如是红布 做一个 一个线性的关系 那再加上一些 古老的漏斗 那它代表时间的漏洞 或者漏洞 那另外右下角 就是刚刚刚才都提过 刚刚昨天 放了去art central 其中的画囊那里 那它其实 那间画囊 今次的主题就是 就是说 apocalyptic nostalgia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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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如果你看到那些画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要做这些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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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朗的主人就非常之喜欢 很有趣 就很配合那里的 那地方是哪里的 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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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可以知道 那 是啊 我和你 刚才都说 我和你的业务 好像是都挺扯不迷 但是我们又试过 合作做一次很成功的例子 嗯 是啊 那我听你讲 你很多时候都是接触 比如你的客人在一些gallery 可能是一些 名标 或者是一些 clubhouse launch 那样 那其实呢 我本身呢 我就是将精油 带入社区的 那我最主要服务的对象 都是一些弱细社群 基层妇女 啊 很主力是做一些 SEN 就是一些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和他们的家长 那另外就是一些 情绪困扰的人 那我其实那次 我也很大胆 那因为呢 我就是知道你做的花很美 我觉得你的花可以令到 我的客户呢 或者是我的服务使用者 他们可以得到另一番的体会 那一次就有一个 就是聖雅各风险会 他们有三间幼稚园 又搞一个联校的一个教师 发展日 的一个retreat 那我就想把花呢 放进他们的活动里面 那你就给了一个很有趣的提议我 一路之后 你之前都没试过这样 跟你的学生 或者跟你的学生 去玩这一样东西 就是要他们分了 好像我们以前做力旗 砌那些罗马炮架那样 但他们就要砌一个花架 去做一盘花出来 还要带出他们 聖雅各福群 这个logo的一个主题 和故事在背后 那你那一个活动 你觉得怎么样 我都其实 其实他找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很想去试 因为作为artist 其实有新的 一定是会 喜欢他去玩 去试的 那这次的确是 都对自己一个挑战 那 就分组 其实有77人 都挺多 我没笑过 但是这么多人去 去学柴花 那就用一分钟 去比赛的形式 那 就教一些 简单的技法 那去帮他们 去做到 多一点 不是只是 将一支花 剪了 抄进来 那么简单 那变了他们 他们 反而他们的发挥 是超乎我所想像的 他们可以想到的idea 去怎么样将 照顾 养生成群 如何将小朋友 他们自己的合作 善长仁庸 这些素材 都放进他们 里面 也说得非常好 这个就是 亦都被我学了 说话 是可以 得到这样的 因为他们做班 都是老师 都是教幼稚园的老师 那真的 对我来说 那气氛也很开心 都很多谢Manta 这次有这个referral 有这个机会去合作 嗯 真的很开心的一个经历 其实呢 我那天 我都 是觉得很惊喜的 因为 刚刚我其实我也有点担心 我是找Felix 找得很急 另外我也都 不知道 然后自己飞了 是的 我还飞了 那我就将这堂日 交给Felix 那 是的 那 那 我对Felix 也很有信心 他先补一下 他飞之完 他真的有波浪 不明 不明 那 那 一说就看中了女人 都是喜欢漂亮的花 那 不出乎意料之外 当Felix在教一些摘东西的技巧的时候 他旁边有很多花 就是 他将那里布置到 就这样摆些花 都好像NSP的花店 那样 已经做到 那当我们说要拿工具了 那那班 因为幼稚园的老师 99%都是女士 那 已经 蜂蕭了去花 那边 就拿花材 已经有很多idea 在那里面 那 我都 挺出乎意料之外 看到那一幕 是的 那之后 但之后都 很快 他们就将他们 所有的 想表达 成雅各风凡会 他们那个 机构的一些故事 好像你那样说 你的作品背后有故事 而你也都令到 你的学生的作品背后 都有一个故事 这件事我真的很佩服你 是的 那 之后 第二节 那又轮到 我大的外科練習 那都 很好玩 因为你已经将他们 令到他们很high 之后 其实我又不是这样看 我觉得是他们一见到你 就很开心 因为他其实很professional 亦都控制那个气氛 控制得很好 应静的时候就静 应该开心 聊天的时候 也会开心聊天 所以就 是的 也是学东西 我都经常觉得是 很多东西学习 谢谢 那 除此之外 那你另外你自己 又有些什么业务呢 除了这次的合作之外 是的 那 工作坊 是我其中一个 一个主要要做的一个 平时的一些恒常的工作 那另外 我就是 其实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分享香气 和把香气 荒谣这件事 就是 将它变得贴地 带入社区 这个就是我平时的工作 那其实跟着 我又找Felix 第一步 其实就是将这些抽象的东西 希望用一些媒体可以呈现出来 令到这件事变得更加实在 那么花艺 是一个真是很好的一个媒介 也是一个很新的尝试 那 不如说一下 一些关于我公司 其实我公司 Nood Concept 很多人看到 搜索 不知道我的网搜索 搜索 很多时候搜索了一些 那些 那些 那些网站 那其实就要打大家 那就是很多 甜品 哈哈 甜品 是的 甜品 那就是 其实有不同的意思 N 就是营养 营养 包括身体和精神的营养 个人毒特性 我非常之注重 那 排毒 淨化 身体心灵 另外平衡也很重要 好 产品 那大家有很多 我会有很多谢你们 你们都很开放你们的心去到尝试 那 包括精油 包括有一些 特别的个别调配配方 那这个是一个很受欢迎的 就是一个关于处理脑退化症 的一个日用和夜用配方 如果大家有看ViuTV 好过医学 其实曾经有一集都说过 那一集之后 就很多人找我 就调这个配方 那是一个日本的博士 去到 在一些老人院那里 就讨计了很多年 就设计了这个配方出来 那其实是很简单的 用的材料 是的 那也都有五行按摩油 或者一些心灵疗愈的面霜 是给女士用的 这个就是给一些有肌肉痛症 或者是在她身体上处理不同问题 心肝皮肺腎 这样就有个别的精油 那这个 是的 个人化的一些的护肤品 那大家都会咨询了我的客户 然后她的皮肤状况 才去做的 一些周边的产品 另外也会有些干果 花茶之类的 那好了 那服务了 刚才呢 就花了很多时间去讲 我们刚才一些co-work的project 那另外呢 那我有一个大围的工作室 那也都会呢 可以让大家去到 搞一些DIY的课程 或者他们上来是上课的 那另外工作坊呢 这个就是帮盐协搞的一个120人的讲座 那也是一个挺好的经验 那另外展销 好 我要在这里宣传一下 这个星期日 在九龙工业学校 那我和Alan Ma 就会有一个展销 那我希望大家 如果有时间看完球赛 就多多捧场 打一个足球比赛 那样就 我一展销是一个很好 和客人直接交流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 是的 这个我都希望可以定期去做 如果大家有referral 有些场地 都希望可以介绍一下 那这个曾经有一年 我就做过一些流动工作室 就是 就是带上所有的精油 即是常帮人调配一些配方 那也有个trim room 就是做一些个别了情 这个是谁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我先生 我做方法了 那他也是我的client 其实 那另外呢 是的 那慢慢都会想和多些会 有一些合作 那Amy 那他就 有一些的方寮之后 那大家 就可以留意一下了 那另外呢 那我也想预告一下 就是 在北海道富良那里 那里 就 建设了一间度假屋 那呢 就希望 用方寮 去到做主题 就是一个referral retreat 就是 叫做beats and bless 那这个 现在还是这样的阶段 那希望 那我们迟些都可以和更多的会友去合作 或者呢 大家可以去 试一下 那个的感受 我告诉我们 是的 好 那我们呢 不如 说一下 那我们这次 一起合作 搞完一个活动之后呢 那其实 我们觉得呢 那个反应 或者是 學完日式会都非常之好 那我们不如说 那我们说 那麽好呢 不如就把这个 这个 做法 就是做一个 男本 我们就 再推去平衡的社群 那 那所以呢 就想 今次呢 想 香港富裕人 就是要 找一些NGO 學校 或者一些公司 是想做一些 機會 来 做一些 開心又 輕鬆的 政府 那 最想 就50至100人 那 是的 那 例如 这个明爱 或者是东华 三年呢 亦都是 我们 其中一个想要的 referraler 那 如果找到他们 搞 south development day 的教职员呢 那就可以 聯絡 我或者 man 寶梁公 不行的 都无人欢迎的 是的 都是 呃 呃 呃 主席式 哦 那 那我们的分手 好良的 太好了 好的 多谢 Pinny Pincy 和Amanda 很开心 聽到可以去日本